結果他就回說 怎麼了 我就不看好啊 不能表示意見嗎 那你在看這一個 也一樣是下面的留言說 如果柯P變成副手 柯文哲變成副手 這一切都變成幻影 這句話也反映出來支持者的那種 心理的想法 下面說熱情都沒有了 這個講得更直接 我們年輕人就是不投核 所以才支持阿伯 如果是侯柯沛的話 他說我先恭喜民進黨 他反而是去恭喜民進黨 什麼意思 表示顯然他對於侯柯沛的組合 侯友宜當政的 他投不下去 那你在看後面 很多耶 你看這裡說 國民黨下套給柯P 然後懷疑這樣子的公平性 支持柯政侯富 問題是支持上柯政侯富難度就很高 下面這裡還有人說 不然我們趕快顧電話啦 反正還要比民調嘛 這個國民黨民眾黨還有內參民調嘛 但下面這個年輕人就回說 請問都不在家裡面是要怎麼守電話 連這個都有 然後你再看這裡呢 以公布的民調來看 加上讓分 應該是侯柯配了 惡夢 這個請退錢 這個請退錢是退什麼錢 退過去他們捐給民眾黨的小額不還 認為要退錢 因為你現在已經不是柯文都要選總統了 所以要退錢 你看連民眾黨的支持者都冒出這種聲音 柯文則如果不選的話 不選正的的話 那你過去捐給你的錢 你退錢嘛 因為過去捐錢給你 就是因為你要選正的 結果你現在直接簽了 在跟馬英九在裡面密室協商完了之後 就簽了 那你怎麼對得起你過去支持者呢 那你再看下面這個 他說完全能體會 如果侯政 那我可以拿回我的捐款嗎 這個也是要拿錢回來的 所以你看不只一個要把錢拿回來喔 然後呢 這裡面寫的 你看這裡面講什麼呢 他說 柯侯或侯柯 太令人失望都不偷 那這邊還講說什麼呢 他說他只要柯P 其他他都不喜歡 所以 這個民眾黨支持者在裡面 表達得非常的直接嘛 所以這個也是為什麼 你可以從一個接一個的民眾黨支持者留言 看得出來 他們對於藍白河的協商共識的失望跟崩潰在蔓延當中 所以這個氛圍從LINE的群組到臉書的社群粉絲頁都在蔓延開來 所以你去注意一件事喔 這個剛剛前面你到底講說這些戰狼小姐姐哭了 可是你要看的不是戰狼小姐姐哭了 你要看的是藍白河協商共識簽下去了之後 是柯文哲的支持者 是民眾黨的支持者哭了 是他們的反應很大 是這些人過去 哎你要跑活動我跑活動 然後呢你要造勢我跑造勢 你要捐錢我也捐錢了 就最後你說你當人家的副手 哎這些人是支持你當政的 但最後你跑去當副的 所以你看到民眾黨支持者在這些社群粉絲頁跟LINE群組裡面的 許多崩潰跟哭泣的聲音嘛 這就是為什麼你看還有人說捐款要退回來 還有人說本週六要辦的大招式他不去了 這些都反映出來支持者的失望 那我們就問一件事情 在政治上請問柯文哲跟民眾黨需不需要去回應支持者的失望 對這很嚴重吧 那是你的支持基礎耶 過去出錢出力到現場去的這些支持者 他現在認為說你簽下去了讓我們失望 如果民眾黨不回應的話 對不起我只能用四個在形容叫做夢幻泡影 也就是當你支持的基礎不在了 這些你民眾黨過去的這些打下來的江山就叫夢幻泡影失去支撐了嘛 可是反過來講 如果民眾黨試著要挽回這些支持者的話 還有沒有空間 有 各位要注意一下喔 那就是翻臉囉 在這裡面 第一個他講說到11月18號週六上午馬英九基金會公布 但是登記是在什麼時候 是在11月20號的時候 中間存在的時間不是沒有翻臉的可能性喔 這是一個 第二個在制度裡面來 國民黨民眾黨跟馬前總統都有推民調專家 同時社會各界所公布的民調 不是他就說那你就當政了 那我可能不選 因為我已經簽名了 那我不選不會跟我的民眾黨的支持者說 你們去支持侯友宜 那如果我會來拼我的不分區選票就好了 因為這裡頭完全看不出來 他們兩個一定要搭檔進選 就是說這裡頭的所有的聲明 沒有他們一定要搭檔進選的這一個選項